刚刚也说了那么多的角色 有接下来还想挑战什么的吗 哦 挑战那个 武打片好了 武打片 勤匪动作片可以吗 勤匪 可以可以可以 你就要武打的 对 要打的 女打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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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可以练身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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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就知道了 就是林友宏啊 飞龙在天 飞龙在天对我意义很大 让大家都认识我 因为我台语是用死辈的 因为你知道那个 欸 热灯还是北热灯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就是现场的那个 很多演员教我 我就用 哼哼哼写下来 然后硬背下来 所以那时候只记得没有责骂 只是他们觉得我很帮是 我讲话有一个Q很可爱 你们回头看应该会 会想笑吧 这是倚天涂隆记 对 因为很多人说你是最美造型的 谢谢 造型做得好 脸色红润 满满的胶原蛋白有没有 应该是说 对 那个时候我觉得这部戏真的很经典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演员都很棒 然后那时候造型团队 也是香港的一些很不错的造型师 然后那时候也是好像奠定我那时候去 内地发展的 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一部戏 我觉得我胆子太大了 因为那时候有骑马的戏 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 不知道为什么拿来胆子 就跳上马 然后有跟导演讲说不用替身了 结果差点从马上摔下来 我觉得那是比较我印象深刻 然后我很喜欢吊威牙 在空中飞来飞去 然后都觉得要自己来 年轻反正胆子都很大 这就是大家很喜爱的一部戏 武打片好了 武打片 勤匪动作片可以吗 勤匪 可以可以可以 就要打的 女打仔 女打仔 可以 我可以练身 可以 可以吗 警局人可以 可以可以 我觉得我自己很像演员的公务员 我没有想到会跟讲有关 是实话 就是 我们余二的距离让我 得到金钟奖 我觉得这是一件 就是 很美貌成真的感觉吧 我觉得演员很单纯就是看 剧本啊 然后知道导演 知道团队 然后就觉得 这个角色很有意思 然后那个时候 是因为我金钟奖跟我讲说 这个角色要喝酒 我说怎么这么好的角色 结果我还记得那时候拍喝酒的戏 根本 本来还想喝一杯真的威士忌 我想 不是大家都很帅的那个威士忌杯 这样一下去 然后我就跟导演说 导演我想要 试试看真的 他说你确定 我说对 我说因为我觉得那场戏需要情绪 天啊 我那个才到一点点 我整杯这样下去 整个烧喉咙 我是无法演 讲不出 我才知道 为什么大家要倒角 假的威士忌 现在回头看你的演艺 是臭烂 然后现在要终止 静妈以后 我觉得当作小导演是一件好 我觉得应该是说 跟钟孟宏导演合作 我就已经没有想到 小心你出来 会有话跟你说 你都怎么跟他们说你妈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怎么说变成是你的乐梦 来我房间干嘛 就是在你来之前没多久 她写的四条放门口 妈妈 上课要迟到了 还不快去 你要好好保重 明文我觉得你应该先休息一下 你指考准备得怎么样 你隔离多久了 我不知道 也许很快 也许需要一段时间 因为钟导都是这么 这么硬汉的戏 真的又很像做另外一个梦 因为当钟导找我的时候 跟我谈论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听到他的同学的故事 我就觉得 哇 原来导演要拍这样的题材 我就觉得 这一路拍完 从去年的十月十一月 然后到现在一年的时间了 跟钟导合作已经是很 很很棒的感觉 然后又入围了金马奖 我就觉得 你知道 就不奇幻 不要问我这种问题 不要问我这种问题 你妈的挂号信就寄来了 上次我交给她好几次了 我可能没有念过什么书 我搞不清楚说为什么 好好一个家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真的有答应家做什么工程是不是 如果你告诉别人 我不会原谅你儿子 我没有 他在公司到底发生什么事 妈 妈 妈 我妈妈还会好吗 也许 十几年前 我第一次跟你爸爸来这个房子的时候 然后 阳光也是这样照进来的 下不停 你怎么还穿睡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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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问的是什么 我讲不到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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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 等一下我想一下 你先跟我 我讲完 为什么讲到罗品会这样 对 等一下 等一下 提醒我一下 我来讲不要 我来讲到我 我来讲到我 看了 朋友们 我来讲到我 这一次 我来讲到我